大家好,我是夏妈 今天分享一个松软有嚼劲的红糖麻辣糕,简单上手 首先准备红糖100克,加入400毫升的热水,搅拌至融化,放冷备用 接着准备200克普通面粉,200克木水淀粉,4克酵母,搅拌均匀 再倒入冷却好的红糖水,菜式搅拌均匀 其实只要记住粉和水的比例是1比1,放多少水就加多少粉 你就可以完全做出来 盖上保鲜膜,发酵两倍大 接着再加入3克泡打粉,15毫升的玉米油 再次搅打均匀,把里面的气泡全部搅打出来 接着准备容器,底部,周围都要抹上油,再倒入面糊 轻微震几下,把大气泡震出来 发酵30分钟,像这样体积变大,就可以上锅蒸 水开入锅,大火蒸35分钟 蒸熟后捞出来放嫩 表面变干,按揚有弹性,就可以掰一下周围,脱膜 红糖麻辣糕就做好了,和早餐店做的是一样的哦 我们仔细看一下配方 用到了400克的热水,同样也是用到了400克的粉量 所以比例是1比1 红糖的目的是增加颜色和甜度,大家可以多放也可以少放 其中400克的粉量,我们用到了一半的墓水淀粉 它的作用是为了让口感更加的软弱,有弹性 偏广式风味 如果全部用面粉,那就是红糖发高 蓬松度更高,但是口感上面会有差异 粗糙一些,大家可以做请参考 今天就到这里啦,有没有叫作业的?我等你哦 好, looks就像是小银行 所以,然后再一个手